当兵是成年男子应尽的义务 不过这身体的体位是否符合标准 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为了协助一男对于体位判定有基本的了解 台欧市民政局就建制了新兵乐体位查询系统 让一男们可以透过这手机平板或电脑 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等资本资讯 就能得到兵役体位的相关资讯 趣味影片吸引民众目光透过浅显易懂的教学方式 让民众对于民政局这套新系统有进一步的认识 为了协助即将当兵的义男对于体位判定有基本了解 台欧市民政局建制新兵乐体位查询系统 就VMI的四转 比如说你的这个体重这个处于身高然后平方 他有一个数字 不过有的些人都听不懂 那听不懂唯一的方式就是 是透过一个电脑系统 我把一个人像画出来 然后你点到头 他就告诉你头是怎样是不用当兵的 点到脚 点到眼睛 点到耳朵 比如说耳朵你的就是分贝的时候 你还听不见的时候 那可能就不用当兵了 这套新兵乐体位查询系统 里面建置了193项 义男最常遇到的疑问 除了基本的扁平足 过胖过瘦或是特定疾病之外 还有身体病况病征都能查询 让义男有基本了解 不过这套系统主要是参考性质 对于比较具有争议性的数据 还是需要透过专业评估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审议委员会 就是我们还是要透过审议委员会 来做判定 但是这个基本的一些尝试 透过这一个系统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是要当兵 当兵是每位健康成年男子应尽的义务 台中市每年约有两万三千位 义男接受征兵检查 不过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否需要当兵都搞不清楚 相信有了这套系统数据公开透明 也能确保义男权益 及早进行生涯规划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